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子東 那今天是10月29號禮拜五 週五就是市場上面俗稱的週五做空日 因為這個禮拜其實台股表現的是多方格局 禮拜一到禮拜四上漲 當然你就要稍微擔心一下 禮拜五會有賣壓盤 因為今天的下跌市場上大部分解讀 都是歸於說因為目前為止 亞馬遜蘋果的財報不如預期 其實在我看來我認為第一件事情是 大盤來到這個位階 其實本來就需要宣洩 因為目前為止 從10月初以來到現在 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那你不能講說 大盤我要他天天都漲停板 也不可能嘛 個股有機會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件事情 我認為就國際股市的面向 你不用看得這麼悲觀 但是來到加權指數目前為止 現在這個位置 今天收16987嘛 你就要稍微斟酌一下現在的位階 那我們話不囉嗦 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看電視 最希望的就知道說 那我想知道 老師你現在怎麼操作 其實我怎麼操作 昨天就稍微透露一點端倪 我們先講結果好了 來先來看一封訊息 選擇權 因為其實我說我的節目只有半小時嘛 每次要跟你講股票 其實我們都講不完 所以比較少機會帶到指數的部分 但是昨天我開始跟你講指數 是不是就是在關鍵時刻跟你講 我們先看結果嘛 今天是10月29號 早盤一開始怎麼樣 打完收工 16800的州選賣權 來導播這個地方 我們特別放大一點 既然我們做州 我們站在賣權 但是是買方了 我們買進賣權 也就是表示投資人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點位必須要抓得非常精準 買進的時刻點 時間要很精準 你不能買進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跟他耗啊耗 我們不是坐月 仔細看 訊息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們做的是州 轉折的時間點 你要發現得非常清楚 這邊我們是做市價獲利賣出的動作 因為今天早上早盤一輪即殺嘛 昨天因為美股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反映財報的利空 所以一開盤 早上是先跳空開高 懂 一下子瞬間跳水 選擇權在這個地方最好賺 我們9點12分 對一下訊息的時間 我說我們的期貨選擇權 我們的群組都是統一的 我們不會每天跟你發什麼 時封買訊 時封賣訊 給你10個支撐 5個壓力 發一些模擬兩可的訊息 我們不這樣做 而且我們群組是統一的 只有這一個等級的會員 期貨選擇權 我們沒有什麼什麼期貨特別 什麼期貨總統 我們沒有搞這些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方向跟點位 你做指數嘛 你做同一個商品 你的方向 你的點位應該都是固定的才對 沒有什麼期貨特別 期貨總統 我們不搞那一套 好 我們今天的選擇權 就只有這一封訊息 賺特別好賺的這一段 我們賣出的點位 目前75附近 10月29 你會問 是不是真的一倍啊 我們買進的時間點 一起對時對價 全部選擇權會員 跟我們一起來看 昨天10月28號 我們就這一封訊息 來稍微放大一下 16800的周選賣權 我們是做空 11.17分發出的訊息 掛36到38之間 均價在37啦 37均價37 賣在75 請問有沒有獲利一倍 剛好獲利一倍 剛好達標 做周選擇權 可能有一些投資人不清楚 是這個樣子 後面你說 老師後面有一些震盪 能不能再報 講求的是時間 就算後面指數沒有跌 可能時間價值都會被它吃掉 所以必須要做一個精準 一級的動作 周的可以做 月的也可以做 我們就抓 最好吃的這一段 10月29 特別稍微交代一下 因為如果昨天 你有看我的節目 你是不是看 我昨天也這樣子操作 昨天的期貨 我是不是這樣子跟你講 我們不是省啊 不要說最高點 每次都我們抓到 等它出現一個M頭 M頭正式成型的時候 我們昨天才做一筆空單 這一段已經開始要往空方操作了 賺的不多 就40點 因為其實昨天的空間也不大 我們基本上以當沖為主 做指數的部分 100點的空間 等到訊號確認40點 也算不無小補 那我們解釋 為什麼這兩天 我們會這樣子做 第一個 我這邊講 目前為止以我們台股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話 還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只是這個地方指數本來就應該宣洩 不是在這個地方跟你講說 因為美股的財報誰不好 今天的節目我後面會解釋 其實我認為美股這樣的走勢 還算不錯 財報這樣公布的結果 其實已經比我預想的好很多了 因為第三季本來就缺貨 以我們台股的時間來講 所以以美股公布今年第四季 我認為其實數字 本來就不會比上一季好看 但是其實已經比我們預估的 還要好了 所以利空反應完之後 又會繼續往多方走 但是大盤這個位階 不是這個樣子 加權指數 不要說美股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講一件事情 第一個 KD指標K值已經來到89 超買了 你不要說 哇從10月1號 轉到10月31號 也沒有這麼好康 他需要休息 需要宣洩 昨天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已經來到通道上緣了 因為昨天收17041 通道上緣在17198 甚至我跟你講 10月初就跟你預告了 我說後面有附雲帶 10月5號的時候 如果投資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10月5號 除了指數期貨以外 我們的個股 是從這一段開始以來做上去的 我相信會員都很清楚 因為我們分析 這一段 你要配合大盤的位階 BK指標轉折點 我們不放重播了 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去看10月5號的節目 我說上工 後面會是多方格局 但是你要小心 來到上方附雲帶的時候 雖然很薄 但是你不要渴望說 哇台股這個地方 超級大行情 一次就給你過 會遇到一點小小的賣壓 但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所以從昨天開始 來到關鍵轉折點 昨天我是不是開始跟你講 加權指數跟你講大盤 因為平常跟你講 我們手上的這些股票 像是支援 像是統證其實就來不及了 怎麼會講到指數呢 所以我跟你說我一定是關鍵時刻跟你講 當然這段期間現在是10月裡了 我們配合公司10月的時候 原本有推出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你現在來其實是沒有的 只是我跟你講 投資人當初我們在推這個方案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給你一個 深等不加價的操作模式 投資人你現在才想到說這個機會 真的很難得 你的個股 我相信看電視的投資朋友 你也是有目共睹 這一段我們操作的其實還不錯 市場上面主流的題材都被我們抓到了 但是你搭配著這些衍生性商品 一起做 簡單講我們講的很直白 你深等 就是你搭配這樣子兩個商品一起做 我們只算你一個價格而已 就這樣子 這就是深等不加價的意思 兩邊一起做會賺得更快 倍數獲利 今天你說有沒有倍數獲利 來一開始我不是跟你講嗎 來今天我們做選擇權 你的股票今天我們是繼續賺 我們獲利是持續放大的 但是我們選擇權 如果你往空方做加減賺 30幾點到現在我們獲利出新75點 也是有獲利一倍 也還不錯對不對 那指數期貨跟現在我們推崇的希望會員 可以跟我們這樣配合的操作模式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廣告時間讓我們稍微打一下廣告 那我們講回來這段期間整個大行情 昨天投資人因為剛好碰到美股超級財報之後 昨天市場上大部分的投資人 其實整整10月悲觀的投資人是越來越多 第一個前面我有跟你講過 現在台股這樣的位階這樣的行情 你做的相關族群一定要非常的聚焦 你不能東買一些西買一些 這樣是不會賺錢的 前面我有跟你說過 德州儀器怎麼樣 它算是一個風向球對不對 結果你看 導播這個地方我們放大一點 這個其實報告也寫的 這個新聞也寫的亂七八糟 財報符合預期 所以盤後股價大跌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標題聽起來有點奇怪 通常是不符合預期才會大跌 結果勒 前面我跟你講 如果你以中長線來看 德州儀器 從今年以來你算一下 今年上漲20% 其實還可以以檔權值股而言 然後財報公布之後 都是一根跳下來 但是目前為止 還在上升趨勢線之上 所以投資人少看一些 市場上寫的一些新聞 寫的一些消息 因為他們就是見漲說漲 間諜說諜 看見什麼就寫什麼 沒有任何一點 預判的能力 投資人少看 那樣不會讓你賺錢 甚至前面是不是 還有人在跟你分析盜窮 我來跟你分析盜窮怎麼樣 最大的原則其實就錯了 因為你分析盜窮 你做台股能不能賺錢 我跟你講未必 因為你分析盜窮這段 根本沒有意義 這段盜窮會上漲 是因為哪一檔股票上漲 裡面的全職王 聯合健康保險 因為他就是受險公司 未來要升息 大家預期未來怎麼樣 以升息而言 健康保險公司 是不是他們的利潤就會提升 把錢放在銀行 可以多收點利息嗎 預期行李是上漲的 全職王是他 聯合保險 所以盜窮指數當然上漲 但是我問一下 你看聯合健康保險這家公司 拿來分析我們台股 請問有任何的意義嗎 沒有 所以這段期間 跟你分析盜窮的人 其實基本上 因為我的操盤是 我自己旁邊也有一台電視 當有人一開始跟你分析 就跟你分析 我來跟你分析盜窮如何怎樣之後 基本上我是馬上轉台 除非你做指數 除非你有做國外衍生性商品 你做台股的 聽見他的起手 是一開始是跟你分析盜窮 就知道他的方向是錯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我跟投資人講 你不要看 要分析 誰不會分析 重點是 接下來我們開始往族群邁進 你應該操作什麼族群 台股的半導體指數有沒有問題 目前為止就是平盤嘛 為什麼 因為應用材料 目前為止也是區間整理 所以不漲不跌 我也沒有推薦投資人 叫你去買台積電 相反的 我是不是跟你說 有一些股票 其實表現的就還不錯 例如 這段期間 我是不是蠻推崇 數位貨幣相關概念股的 為什麼 我們今天會再做一個統整 做一個整理 讓投資朋友很清楚 因為現在有人講說 你看NVIDIA最近表現不錯 是因為它也切入元宇宙 我認為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NVIDIA上漲 是因為它本身的顯卡 兩年會推出一次 今年沒有推 明年亞運 電競已經被納為項目了 所以你有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是你等到明年 因為那個時候它會做一個尾巴 第五波衝一波 前面往回推就是這一個時間點 你必須要關注相關族群 前面我是不是這樣子跟你分析 這個只是一個題材 NVIDIA說我們要切入元宇宙 目前為止 你有看到營收嗎 其實也沒有 市場上面的關鍵字 財經關鍵字在哪裡 如果我是公司的主力 我想要坐駕 我一定往那個地方蹭 但是我要蹭 蹭的是話題 我本身的基本面 到底夠不夠穩健 前面我有這樣子跟你分析 通貨膨脹的時代 所以你進來股票市場 我認為是有利可圖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要選到一些好股票 跟通貨膨脹並存 你應該投資什麼商品 今年就不推從黃金了 也不推從債券 推從的是數位貨幣 有些人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泡沫啦 首先我先直接跟你講一個問題 它是不是泡沫 其實我一點都不在乎 只要中間我發現 它有價差可以賺 基本上我就會搶劲 再來 只要數位貨幣 它可以撐在挖礦成本之上 因為有些人會說 顯卡是不是 比特幣漲它就漲 比特幣跌它就跌 答案完全不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是 現在挖比特幣 根本不是用顯卡 是用ASIC 特製晶片 第二個 現在挖 現在挖以太幣 才是用顯卡 這件事情 投資人你要先搞清楚 而且重點是 不是它漲 相關個股就會漲 是只要能夠 站上挖礦成本之上 對於這些公司 它的產品 它的商品 出貨就可以順利 報價就可以維持在一個良好的水準 這樣投資人應該清楚 為什麼我會認為NVIDIA 其實目前為止 投資人如果你有在做美股的 這張股票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台股相關概念股 最標準的最正規均的 是不是就是2376的技嘉 今天表現得怎麼樣 來今天大盤表現得不算太好 今天2376的技嘉還OK 上漲4.65% 他是正規均 用我們這一套正規的分析方法 投資人 你會有價差 你會有波段可以賺 當然再講回來 這一段投資人其實 市場上面釐清的沒有幾個 每個人都會說 比特幣所以顯卡要怎麼樣 這個分析的邏輯 基本上就是不對的 我們重視 雖然我們賺錢 但是這是結果 其實我每天在聽一些財經新聞消息 為什麼我叫你那些消息不要看 因為我重視的是過程 就算是最後出來的股價不對 有些人的分析 像市場上面還是有一些 文章分析的還滿有道理的 我都會給他按一個讚 即使結果對或不對 那個是另當一回事 只要他的結構邏輯分析是對的 是正確的 基本上我認為那就是一個好的文章 是一個好的節目 當然我們也是 所以回過來看 這段期間 投資人我是不是這樣子跟你講 從第三季以來 我跟你介紹的這些股票 為什麼3443 為什麼3443 會走一個超級長線大波段 它昨天才創新高 為什麼3661的市新 前兩天也才創波段性高 過了1000塊 為什麼第三季以來通貨膨脹 投資人今天才開始想清楚 到底跟它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我們研究 琢磨最深的 當然還是這一檔 剛好最強的 就是我跟投資人講的這一檔股票 3035的智原 第一個 今天是10月底了 可以說是10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今天就讓你來驗證一件事情 10月初的時候 你看我的節目 我是不是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給你兩檔股票 10月7號的時候 智原跟漢磊這兩檔股票 絕對比航運強 今天投資人 有些人可能會說 唉唷今天新聞消息都在講 我告訴你 有些人會跟你說 你看今天的陽明 你看他好棒喔 今天上漲6% 但是我想市場上大部分的投資人 你應該是不爽在心底 因為市場上那些表演的老師跟你說 你看航運大漲 前面會叫你不要賣的是 因為他從9月就跟你一路報 報到現在 當然目前為止 我認為航運應該是你進場買多 是沒有問題 前面我們跟你講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不是技術面的問題 投資人你有沒有聽我這個禮拜 我怎麼講航運 第一個我說我沒興趣 因為市場上面有更強的股票 例如3035在等著我 如果我的資金要集中 如果我代會員 我們的資金要集中 我應該是 各級會員三檔 我應該是聚焦在這個族群才對 我應該是 航運跟智原兩個股 各股相比 我應該是要選智原才對 當然這個禮拜我有講 我說 那是因為我們代會員佈局 我們的資金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每個族群都代會員買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這些族群 但是航運目前為止 上個禮拜我是不是跟你講 大股東大戶 開始有買回的跡象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看到說 你用基本面分析 不行 用技術面分析 那些人為什麼會在 九月的時候跟你買進 不過就是小學生 兩點連一線跟你說 這個地方是底部 結果東一根跳水 你應該用籌碼面 來分析這一段 今天怎麼樣 這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大股東又買回 所以這個禮拜表現得還可以 可是一根漲停板 救得了投資人嗎 你陽明你可能買在130 140 現在還沒回100 所以不要聽那些市場上面的 那些分析師跟你講說 你看大獲全勝 前面他告訴你不要賣 是他逼不得已 因為只有一個結果 他前面套太深 你要等到趨勢確認 籌碼確認的時候再進場 這才是一個好的操作模式 當然有一些底部的個股 其實我認為會比航運更好 來這個地方 節目的上半段 我們就做一個總整理 因為今天如果再叫你去買3035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習慣了 這個地方200塊了叫你去追 我不認為長期這樣做 會培養你成為一個頂尖的操盤手 是不會的 你要找尋一些低檔發動的個股 像我在我的社群平台有講這件事情 我說現在大家都喜歡跟 財經熱絡名詞搭上話題 例如你是網通股的 就說我是低軌到衛星 我說我們也不要被迷惑了 低軌衛星不就是網通股的意思 天上的衛星晶片 地上的路由器 都稱自己是低軌衛星概念股 就是網通股 這個族群投資人你可以稍微做留意 原宇宙的VR Mini LED 是不是也跟你說 我們的VR眼鏡要採用 Mini LED 不過就是光學類股也來參一角 今天既然講到我們社群平台的文章 投資人你也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東西 左邊如果你點進去加入的是LINE的話 你會發現有四個方框 其中一個叫做免費持股診斷 另外一個叫做優惠方案 我這個優惠方案裡面 我其實還有寫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重點告訴投資人 你第四季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操作步調 抓什麼樣的個股都會寫在裡面 所以投資人你要好好利用這兩個小按鈕 對你而言幫助可以說不小 所以節目的上半段 中間廣告休息時間 投資人你就可以開始掃描一下 那我們也把Telegram放在上面 中間先進廣告 通知 52 現在答案就是 有一次4件事情 節目比較連接 income voilà 不错过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倾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苏波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光辉十月 运达同步 最后一波大回馈 升等不加价 升等不加价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 不容错过 初步战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节目时间只剩下一分钟了 所以我们快速做一下总整理 这段期间因为美股超级财报周 投资人你可能会没有方向 那我也讲你不要被迷惑 专注在几个重要的个股 几个重要的族群 特斯拉目前为止 10月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它才在800块 但是多方结构没有改变嘛 到今天是不是已经1000块了 所以你关注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你可能会找到电池 甚至你可能会找到 6170统振这档股票 统振这档股票 今天我们就不再复数 我会跟你拿这档股票出来介绍 就是在教你新式的操盘手 是怎么样判别技术分析 这个地方应该是买进的点位 你才不会随随便便的被洗掉 那我们买进的时间点 10月22号 42.2到42.3 今天是不是开始出现一些回稳的状况 今天有时间 我们稍微跟投资人讲一下筹码 昨天大涨因为谁进来了 外资进来了 那这段期间我也跟你讲 千万不要看外资 它操作这些中小型的股票 操作的超级差 所以昨天外资进场大买进 投资人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一起进场的 来 大家是不是很讨厌外资 今天我们一起把货卖给他们 你说好不好 我们也准备要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20%其实还不错 关注于这些重点的族群 找好买卖点 那今天节目时间 可能没办法多跟朋友讲这些东西 跟你们这些好朋友 来 前面我们是不是跟你介绍6568的宏观 跟你讲关键点位在262不要追高 第一次攻击前波没有高 但是你如果今天卖 至少还是20几%以上的获利 不要叫你去追那些涨高的股票 外资也不准 这些个股 重点如果你要观察筹码 是内部主力大户自己在玩的 投资人如果不清楚怎么操作的话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找一些隐藏版的 从低档发动的低阶卫星概念股 前面经过良好的宣泄 主力目前为止是做进场的动作 就看投资人要不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助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